那如果冬天也是吃甘草的規則 家具的甘草類過季 正做的面積大約是三千公斤 其中碰鑽正賣一千七百公斤 當年的十月份到十一月份 是在家碰鑽採取的時間 董民是表示說 今年碰鑽的品質都不錯 只是說收成的量沒有那麼多 所以碰鑽的介紹有可能會比較高 是有缺水 所以今年碰鑽的修行有受到影響 在農曆 農曆過年 就沒有給水了 我們一般要用 開大開 沒打抽水上去 就比較有炸灰 所以今年感到的效果比較少 所以氣勢比較好 同學說 雖然年菜缺水影響修行 讓今年沒辦法扮甘草的品感 但是後來天氣都很美孫 和家鄉農民使用 主廉材部的製造方式 所以碰鑽的品質都很好 開花季那時 因為乾旱 所以產量少很多 所以對辦理比賽來講 會比較棘手一點 所以大家認為說 那因為今天你的價格好 品質又好 那我們來做行銷 是最適合他們的一個行銷方式 家紀官跟馬尼 過期的製造面積 大概有三千公斤 碰鑽有將近一千四百公斤 在家鄉製造碰鑽的面積 有五百五十七公斤 是家紀官第二大三區 都民說 今年因為天氣 影響七百歲的修行 加在今年 就要省水那段時間之後 感到都生了很好 希望可以有好的介紹 多少補一些 既然的損失 記者林薇婷 家紀報道 我們在家鄉製造碰鑽 製造碰鑽 多 20